《蜡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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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蜜是夏天開始 承接著春天 所以濕氣還是比較重 也會承接春菌的情況出現 一來夏天是心氣當靈 這段時間如果是心火太旺的人 會容易繁躁 會容易失眠 再加上夏天還是有少少濕氣 人會容易累 容易水腫 首先立下的時候 要注意一早一晚 溫差比較大 要戴風褲或披肩 第二就是 平時出入冷氣要特別注意 因為你外面的氣候 可能是二十幾三十度 而入面開冷氣可能二十多度 出入冷氣的時候 不妨搓一搓自己的手 暖一暖自己的鼻 都可以令到沒有那麼容易感傷 再來就是夏天的時候 濕氣比較重 這段時間最好就是 早上起床的時候 吃些有米氣的早餐 例如粥 米粉 飯之類 可以幫助健脾胃和濕氣 白盒 杏仁 淮山和二米 二米本身可以健脾抑胃 淮山可以平保肺皮腎三狀 而白盒可以滋陰 同時可以幫助潤腸通便 杏仁可以加強白盒的潤腸通便作用 這幾款加上焗水或煲湯 都是令到夏天流汗流得多 或者因為夏天濕氣重 皮胃弱的人 可以有健脾抑胃的作用 如果夏天的時候 皮胃虛弱 容易水腫 或者容易累 容易口乾 那些人都可以適合喝這個湯水 寒底的人都可以飲用 如果覺得二米比較涼的話 可以白鑊乾炒一炒 然後再放進湯裡煲湯 羅漢果 茉莉花和菊花 茉莉花本身有疏乾解屈的作用 因為夏天人容易敏陣 茉莉花可以幫助心情舒緩 而菊花本身可以清熱卸火 再加上羅漢果有很好的滋蔭作用 同時可以清熱 通常夏天容易生肥之暗瘡 有時焗一焗這個茶 都可以清清身體內的熱氣 從第一節